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等领域任命鹰派人士 宣称上任之后第一天就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并且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十分钟 一系列迹象显示 川普有可能对美国几十年来奉行的国际政策 做出颠覆性的变化 其中也包括对华政策 那么在要求中国改变不公正贸易做法 并指责中国故意贬低人民币汇率 扬言要对中国货物大幅度提高关税的同时 川普新政府是不是会采取实际步骤 来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 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膨胀 并且把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 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条件 美国要求中国改善人权民主自由状况 将以什么为筹码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就邀请两位嘉宾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我们的一位嘉宾是基督教人权团体 中国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 傅牧师你好 你好学伯 我们另一位嘉宾是美国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韩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 拨打热线电话 提出看法和问题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协线VOA China 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讨论 傅牧师您这一次到华盛顿来 是要在美国国会作证 向川普新政府建言中国政策 那么您准备或者都提出了哪些建议 这次是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 特别举行这个听众会 向川普新政府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 我主要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战略性的建议 我想是到了改变过去这种以价格外交为基础的外交思维 应该是以价值外交作为基础 你像在中国加入WTO之后 实际上是这个附会中国事务委员会 就是这次搞听众会的 就是在这个克林段总统帮助中国加入这个WTO之后才成立的 那么当时的一个可以说朝野的一个共识 就是很多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透过贸易 就是说必然会促动中国的民主化 促动这个中国更多的推动这个人权和保护 那么二十几年的实践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个思维呢 这个思维的基础已经是失败了 中国不仅仅在中共的统治下 没有这个丝毫改善的迹象 在这个人权宗教自由和这个法治的领域 反而呢 可是现在到了可以说文革以来 这个最恶化的这个水平上 那么怎么办 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当选总统之后的一系列的举措 也已经显示出会发生一些很大的调整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 我说是先在这个外交的思维上 有一个价格为基础的 同时呢 我也希望有一些很具体的政策建议 比如说直接跟民间的这个领袖 不管是教会领袖 还是民意的领袖 直接见面 直接接触 包括建立一个国际的人权的 跨大西洋或者说太平洋的人权联盟 与这些like minded 这些相同思维的国家 一起来推动中国的人权民主和法治 好的 那么傅姆斯的建议是希望美国新政府 来改变这个对华政策的思维 那么韩博士您怎么看傅先生的这个建议 我觉得他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呢过去啊 那么多年以来呢 美国啊 对华缺乏一个大的战略 缺乏一个这个在战略层面上 和在这个道德层面上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路 由于这个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思路呢 那么就是在对华的这个政策上面出现种种失误 那么现在看起来基本上就是不成功的一些个政策 那么现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还要顺密一带 因为这个不知道 那我的感觉就是川普政府呢 他包括他本人 可能也没有对华 对整个对华政策有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 而且他这个团队里边的鹰派和鸽派啊 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 所以呢 能不能回到像里根政府的时期的那个 以人权为中心的外交政治上来 还要拭目以待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川普先生他胜选之后呢 在中国海内外 以及在美国有许多分析观察人士呢 都有点担心 说川普这个人呢 他是个商人 他的价值取向是以这个 是以追逐利润和盈利为目的的 因此呢 他们就担心 恐怕在未来和中国打交的过程中呢 川普会更加注重经济实力 而忽视呢 在美中关系中推动 人权民主和自由等这些价值 那傅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 我那个确实开始的时候是有些担心 尤其看到竞选期间 他提出这个美国优先呢 还有退出这个TPP啊 这个这一些 有一些看似是有点孤立主义倾向的 一些思维 但是我觉得说我现在呢 就是说有所改变 我感觉到呢 就是说从他这个在未上任之前的一系列的动作 以及他的这个新建立的这个外交团队 国家安全事务的团队 这些主要组成人员的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就是说即使他以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 经济牌为主 来这个推动这个国际的这个外交 那么我想呢也不必担心 那么其实就是说 美国的核心价值 那么不仅仅只是出去赚钱 我觉得这是美国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民意来决定的 也是美国宪法 宪法修筑案 对这个宗教自由 对这个人权民主法治的保护等等 我想这些是不能改变的 那么从目前他上任之前的这几个一系列的动作 和对尤其是对华的一些动作 包括这个川菜通话 包括他推特外交里面提到的 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扩张 这个还有这些这个经济这个货币操纵啊 一些经济政策上的挑战 那我看得出来他的这个团队啊 里边韩世其实是不仅仅只是一个所谓的被外界称为没有外交经验的一个团队 实际上韩世已经有说应该是说有一些那个思维在背后啊 我想他后边的好戏还在后头 还在后面 我能看得出来 并且现在呢 透过我这我所了解的认识的几个 他在这个过渡团队里边负责的几个人 都能够看出来这个宗教自由 对民主法治的这个保护 会成为他未来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好的 那么韩博士我们看到您对川普先生的中国政策 您有过许多论述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川普在整个对华政策上 他的整个的政策还没有形成 他在形成过程中间 那么我们在他竞选的时候 看到他讲这个很自相矛盾的话 一方面他说我不去推广这个普世价值 另外一方面他又说我要强调 加强这个振兴西方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 这个两个很显然是矛盾的 因为普世价值很多东西都是在 这个西方这个价值里头 这个衍生出来的 那么这一点来讲呢 它是一个矛盾的 另外呢 刚才傅氏谈到就是他的团队里边 这个是一个整个一个团队 相当非常优秀的一些人 这些人呢 他都是非常关心人权 关心中国的这个民主转型的 另外一方面 这个外交政治上主宰 这个美国主导外交政治 当然以总统为主 还有美国国会 所以美国国会在这个中国政策 对华政策制度中间 也有很大的发言权 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是呢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道德感 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国家 尤其是基督教立国啊 你看这个 他这个是非观念 道德观念非常的强 那么我们这次这个选举呢 大部分真正这个关键重要 让他把川普推上这个白宫的 上到进入白宫的 是基督教福音教派的这些基督徒们 那么这些人呢 至少是81%的这些基督徒 投了川普的票 相对比过去布什的那个选票 还要更高一些 那么这是他的选民基础 这些选民基础 有非常非常强的道德感 所谓这种道德感呢 一定会让他推动这个人权 推动这个普世价值 我觉得从这点来看 他一定要顺应这个民意 否则的话呢 你光是为了赚钱 你不可能再往前走 对 我觉得韩博士这个非常 就是讲的很有道理 我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觉得会可以诠释这个事情 就是在奥巴马总统这个竞选期间呢 其实上一次的时候 有2000多万基督徒没有出来投票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说确实是 这个81%的都出来投票 我所在的城市呢 是一个12万人口的一个 美国这个德克萨斯州的西部小镇 对啊 那么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总部 就设的那个地方 实际上我们算是在这个沙漠当中的一个国际这个人权机构 要说是在当地的话呢 我说跟当地的经济利益也没有多少关系 但是呢 三年应该两年三年前 对啊 当地的报纸 却把我放上了这个当年的这个新闻人物 放到他们的报纸头版头条 所以就说看得出来就是你能看到美国这个民众的这种价值观啊 这种这个对这个人权啊 和这个这个人权宗教自由民主的保护的这个意识非常强的 我觉得川普不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忽略这个民意 好的 那么看来呢 两位嘉宾都比较有信心 就是川普他在组建新政府之后 对华政策呢 仍然会重视美国的一些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念 比如人权啊 民主啊 自由等等 但是我们看到呢 川普先生他在竞选当中的一些言论的确呢 比较引人关注 比如说呢 他在宣布要退出TPP 然后他宣布呢 要 当然没有宣布 但是他对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呢 他不感兴趣 看起来 那这些呢 似乎让北京就充满了这个期待 许多观察人认为呢 可能北京政府更希望 与这个像注重传统的这个政治正确原则的这个政客相比 像希拉里克林顿 可能北京政府更愿意与一位注重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川普先生来打交道 那么两位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傅先生 我觉得从常规思维上可能是 因为感觉到就是说 如果美国这个退出好像说减弱对亚洲的关注 那么从这个中共现在的这个经济实力来讲想填补这个真空 那么这个确实有这方面的忧虑 但是我们再说就是最近的川普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外交的动作 尤其是这个这个川英对话了 川菜通话 然后后边的一系列的他的国家安全 任命的国家安全团队的一些反应 很明显的出来看得出来他也不是简单的说退出亚洲 或者忽视在这个美国的亚洲的这个这个利益的存在 那么我想呢这个也中共这边呢也不需要高兴的太早 我想这个韩博士也已经有所乱述 我觉得呢这个中共呢一方面是松了一口气 一方面呢也掉了一口气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松一口气呢是因为川普啊 他的确是想奉行一条这个孤立主义的这个路线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就最近在欧海欧洲的这个讲话里面还谈到这一点 就是说美国不谋求这个改变别国的政权 不谋求这个国家建设 从这一点来讲 那就说我不进行我不推动颜色革命 这一点就帮了中共的这个大忙是吧 他害怕的就是说这个执政安全 害怕这个颜色革命 那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美国不推动颜色革命 说中共的执政安全就得到了保障 从这一点讲他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川普在另外一方面 比如说对台湾这个关系 对南海 对东海 那么希望实力 通过实力来维护和平 虽然是美国优先 那美国的这个贸易 会他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 那么现在很多基层这个选民 都认为跟中国这个贸易 实际上是单向的自由贸易 受惠的是这个中共政权 对 是腐败官员 老百姓受力率很少 对不对 美国这个民众受力很小 都是华尔街这些大佬们受益了 从这点来讲 同时又培养了一个强大的敌手 那么这个敌手 这个就是这个中共政权 一直跟美国捣乱 从这个网络 这些个袭击 还有这个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 总是盗窃美国的这个机密技术 所以基层民众 对中共政权是非常反感的 从这一点讲 我想他会采取一些一个 比较重大的变化 来调整这个对华政策 好的 是 我们现在有一些听众观众 还有网络朋友们 已经等候在线上 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首先来接电话 江苏的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江苏吴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首先川普他作为一个商人 他在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说他会在商业方面 考虑的比较多一点 从美国这个历届政府来看 现在不是靠枪炮只占了解决问题 美国的内界政府 现在被中共的那个 被中共那个银弹 大把大把的美超打败了 现在从就是内界政府来看 美国在这个人权方面 做得比较差劲的 比方说就说一个有马克尼斯基法案吧 也从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来说 也不告诉中国人民 如何去维护 他的合法权益 如何去操作这个议题 然后川普上台以来 在各种就是执政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的表现 比方说在中国的就是 各种什么执政合法性什么东西 一概人权方面提的很少 至少说现在中国的人权再到 是由于就是在美国这方面做的很少 好的 我们明白您的意思 江苏的吴先生 谢谢您 江苏吴先生刚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人权状况之所以 出现倒退的这个局面 主要是美国国际方面的压力不大 那么下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天津张先生 请讲 抓紧时间 我说一下 好好好 喂 喂 请讲 我们听得见 听 好 我说一下 这个中国所谓的人权问题 我理解人权问题 它的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向着一个更加文明的方向来发展 比如说国家文明 政治文明 可能怎么样 所以说中国这个问题现在是什么呢 这个中国人权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就是中国 就是说它对内这些政策 你比如说对这些异议人士的打压 这个根本它不讲文明 它对待西方整个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是什么呢 它就是有点利用西方的文明 这句话可能有点对中共来讲 可能有点给他们说的轻一点 说白了它们就是利用你这个文明 欺负你这个文明 你不文明吗 它是对内这个 对内实际上这是一种粗违 野蛮的这种一种执政的状态 对吧 你想它在拿这种东西来跟这个 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这个 特朗普上台以后 我觉得这个应该 这个可能针对中国这个东西 它应该要了解中国这个执政的情况 和美国西方这个情况 我觉得应该 这个特朗普可能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我们刚才两位电话 这个听众和观众 发表了他们各自天赋 傅先生您先回应 是我觉得这个 吴先生和张先生谈到的 这个整体的这个恶化的状况 他分析的原因 确实是我觉得除了 这个中国的这个集权政府 加大了打压的力度 和学习了一些 这个适用了 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利用了西方的 现在的这个新闻自由也好 制度自由也好 像我去日内瓦 最近就看到 就说中国的现在 已经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 这个西方的这个套路呢 可以说是学熟了 然后去利用这个套路 来去这个 为自己的这个集权制度辩护 在联合国人权这个理事会上 包括动用这个里边的机制 可以说是非常蛮横的 反而成了这个打压这个人权的工具 那么在中国国内呢 你看到包括你看这个 这个多次这些被失踪被绑架 像这个江天勇啊 是吧 最近刚刚失踪 已经15天了 那么像彭明 王冰章都是被绑架 那彭明还是被死亡 最近 对啊 那么像这种 这个是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西方 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就是尤其是这种 以这个商业 以这种可以说 完全是利于薰心似的 你看这个川普 跟蔡英文对话之后 其实最先 最强烈的反对 和这种这个反应的 是这些建制的 这些这个 包括媒体 包括这些 所谓建制的外交界 这个西方的这些 长期跟中国 有这个深入的经济利益 这个勾连的人士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不同寻常的 那么我觉得 这个这种随进的政策 是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了 韩博士 我觉得我想谈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川普 说比较更强调经济 这个问题 不注重这个人权 不注重推动这个民族 那么我的感觉呢 就是经济势 当然是他要美国优先 这是他的这个 竞选承诺 他是要朝这个方向发展 要希望把美国 从政美国过去的 这个雄风 但是我们要是看 川普他这个人呢 他从小到大 一直都在想父亲啊 父亲和他的兄弟证明 他是有能力 来担当大任的 说他在经济上呢 就是未来呢 现在很多都质疑他说 你没有这个能导力 你不能这个领导美国 这个要美国重新再伟大 可能不太可能 但我觉得川普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证明他能够承担这个重任 所以他会做很多的事情来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从经济上来看呢 这个我认为美国经济实际上现在发展状况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 那么这个失利率只有4.6% 所以创造机会 创造工作就业机会并不是说一个特别急的事情 所以呢就是说好像中国方面只要你说你搞经济我就给你搞经济 我搞利益输出嘛 你就可以这个给我们 你就可以想收买 想收买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从这个制造业的角度来讲呢 他可能会通过税收啊 这个模式呢 这个减少这个税收 通过这个刺激 通过这个一些新的办法 让这个工作机会回到美国 这个是有可能 因为这个制造业的收入是相对比较高的 比那个服务业的收入比较高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讲 他可能这个也所谓刺激经济 我觉得在磨动场上也是一种面子工程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基础建设 这事实际上是势在必行的 因为的确有很多需要 马上也要进行 这个可能会刺激经济 是 腰本就是说有用起来了 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 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 这个网络上的朋友 也在等候的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 有一位玄庄的这个网民 他这样说 他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呢 提出让美国再伟大的这样一个口号 同时呢 他选择鹰派代表人物 马第四将军为美国防长 他说我想请教嘉宾 在美国这样政策 转向的这个大背景下呢 美国对华是注重于军事威慑 这样的硬实力的切磋呢 还是人权民主价值观 这样软实力的敦促呢 这是这位 玄庄网友 他发表的意见和问题啊 另外一位网友叫自由报名 这位网友呢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说美国新上任总统呢 已经全面的表示 要以美国自身安全和利益为主 而中国大陆呢 现在并没有遭到像叙利亚那样的一个政府的那样一个问题 那么请问嘉宾 美国是不是会干像二位嘉宾所说那种出力不讨好的那样的事情呢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傅先生您先来 我觉得就是过去就是在奥巴马总统之下 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导致美国国力 这个起码是在外交形象上和这个实力上 有所下降的一个趋势 就是所谓的以这个silent 或者说就沉默外交 沉默外交 是奥巴马总统还甚至提出了一个叫lead from behind 从背后来领导 这个是本身是互相矛盾的 你从背后怎么能领导呢 所以就说这个导致呢 其实美国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些核心价值上呢 从全球来进行这个退缩 那么这个意义上来讲 才是这个川普提出来要是美国再强大 再伟大起来 那么我觉得呢 从目前的包括任命这个 这个所谓的外号叫疯狗的 这个麦特斯做这个国防部长 Michael Flynn做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包括这个其实即使是他的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 你看他在去年11月份还去访问台湾 那么他就是特别尊重台湾的这个民主价值 和这个人权的保护 这样一个地区的实体 那我觉得呢 当然总体他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我们还要拭目一看 但是已经看出一些端利 我觉得说在他需要出手的时候 那我觉得还会出手 当然不会说像那个就是前任他所提到的 所谓的叫这个Nation Building 就是大规模的去搞这个 就是海外的这种大规模的干预 尤其是军事性的干预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小 好的 韩博士 我觉得就是他可怕不会在人权和民主 这个推动这个方面 以这个为主 他可能以军事实力 加强军事实力 加强在这个亚洲的这个军事实力存在 来推动美国的这个核心利益 另外我觉得他在可能就是所谓的实力 军事实力来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另外看到就是说 一方面这个打击 他的两个要务是一个打击这个伊斯兰国 另外他最担心的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就是所谓的核扩散 伊朗和北韩 打击这个伊斯兰国呢 根据他的这个安全顾问 就是说这个背后啊 实际上有一个全球 伊斯兰国有一个全球的这个联盟 这联盟背后的黑手是谁呢 俄国 中国和北韩 那么就是说 美国还是要为了解决这个安全问题 还是要针对中国呢 要有一所所谓的所谓的对抗 那么在这个安全问题上 在核安全问题上 北韩 当然后边有中国在后边支持 中共在在背后支持 那么也是要跟中国会有一些抗衡的 这个举动的 所以这都会涉及到一些一个 硬碰硬的这个一些一个情节 所以我估计呢 可能未来这个比较 更多的是对抗比较多一点 好的我们来继续 接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下一位是河北的魏先生 魏先生你好 你好主任 请讲 您好 您那个说是 注重人权是吧 对 注重人权 因为他这个 因为北京那边都说 他那个社会都说已经 就是怎么说呢 他 都说他这个社会已经 外河北的魏先生 对不起啊 对不起我们 好的我们时间非常紧 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打电话来 都要抓紧时间 简明格要的表达您的 这个问题或者看法 山东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谈一下 咱们这个国际印创组织能不能在华 代表机构办公呢 我想谈一谈这个 能不能来我们中国代表组织办公 好的 然后接收投赋 好的 谢谢您 第二个问题是 国际印创组织或者说国际环境组织 能不能入我活代表 好的 我把您的建议呢 我把您的建议反映给那个上面啊 我们这位听众他说的谈话和我们今天的讨论 没有太大关系 那啊 现在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 我们最后谈一个问题吧 就是您是不是把你二位嘉宾啊 是不是把川普先生的这个 这一次比如通话蔡英文总统啊 另外呢 他在推特上发文的外交等等 你们可不可以把它视为一个 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呢 我们大概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 简明扼要的发表看看 对 那当然这是他是打破了这三十几年的这个惯例 这个确实是应该是 是对一个强烈的信号 那川普其实和他的团队也证明了 这个间接的直接的证明了 这个他是有这个要改变的信号 那么就像韩博士刚才讲的 这是一种以实力来推动这个交往的一种外交政策 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会有一些更多的surprise出来 好的 那么父母师呢认为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转折点 韩博士 现在您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而且这是川普团队经过这个精心策划的一个 一个发释放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味着这个 就是说过去的这个对华政策 过去的那个传统做法 已经不能这个一切造就了 那么新的政府新的做法会出龙会出台 另外我想简单讲一点 就是说刚才那个观众提出 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人权办公室设到中国去 那么美国国会马上就要通过全球Meglinski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就是惩治这个个人这些人权施暴者的 那么我觉得中国国内很多民众 可以把这些人的这个证据收集起来 让这些恶官员不能进入美国 冻结他们的资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决策 对 好的 那么我们韩博士刚才透露这个信息呢 也回答了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好 时间关系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 就到这里来结束了 我们感谢傅希秋牧师和韩联潮博士呢 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